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梅胜 在之前的视频中有观众朋友提出了和我不一样的观点 对于这点我表示感谢 我因为这是分享 挟实 再分享的过程 所以由对视频观点持不同意见的朋友 欢迎发表你们的意见 今天的视频和大家来聊一下 一条男式皮带 这些都是我借回来的皮带 有LV Wersassi Falgamo 都鹏 Renia 等等等等 皮带就是一个扣头加一条袋身 在淘宝上从几十元到几千元都有 爱马仕一条普通的皮带六千四百元 它凭什么卖这么贵 我们从扣头 袋身 样式和品牌推荐 这四大部分来分析 先看扣头 扣头的类型有四种 针扣 板扣 自动扣 双环扣 针扣是这一种 有一根针的 它最简洁 最适合脏装和复古皮带 因为结构原理 皮带用久之后 这个位置会有明显的刮痕与折痕 扣眼也会变大 对于皮肌较差 这个位置的损伤会比较快 导致皮带耐用性较差 因此低价位的皮带不建议购买针扣 大家选针扣的时候 底边尽量选圆滑一点的 以免袋边刮笋厉害 板扣是这一种长一根面 通过很短的这一根底针 长一个搭扣在皮面上 因为是搭上去的 所以也叫搭扣 这种结构有个好处 因为它只需要这根底针固定 底部结构比较简单 所以面上可以随意的做造型 大牌的修权皮带 多数都是这种扣头 设计感强 这里除了这三条 其他的都是搭扣 这种扣头也是通过穿孔固定 如果皮质一般 扣眼同样也会越来越大 但无论怎么使用 单身卡扣位置始终都是平的 不会像针扣一样会有折痕 所以除了战装皮带和复古皮带 无论哪一个价位段的休闲皮带 我都推荐购买板扣 自动扣的扣头 它通过扣头的弹簧结构 卡住戴尾的卡槽 戴的时候只需要 一拉之可 非常方便 而且这种扣头戴身不需要扣眼 所以不存在刚才说的扣眼 越来越大 以至刮痕折痕的问题 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它一般很厚 很笨重 结构臃肿 扣头表面不宜做过多的立体造型设计 所以这类扣头一般都比较难看 穿戴时有些款式还容易顶肚子 最重要的一点 它的卡扣系统是低档的塑料尺 不耐用 无论多牛逼的皮 最终收敏还是取决于塑料尺 所以高端的皮带不会使用这类扣头 在国外也基本见不到 但在国内却最畅销 尤其是500元以下 不知大部分消费者买这个价位的皮带 对创作寿命也没有要求那么高吧 但超过500元的皮带 我不建议大家购买自动扣 最后一种双环扣 一般用在编织带上最休闲 比较适合协商 这里不深入介绍 无论针扣 板扣 自动扣 常见的材质有三种 鲜合金 黄铜 和不锈钢 相对而言 鲜合金的价格最低 一般几块钱一个市面上300元以下的皮带 扣头基本都是这类材质 黄铜的一般使用在像这种复古皮带上面 材料比不锈钢猎贵 但不锈钢后期加工制作上的成本比黄铜高 产品的价格一般会比黄铜的要高一些 普通也要20来块一个 在使用场面 直接是鲜合金 普通使用个五六年也是没点问题的 其他两种使用寿命就非常长了 鲜合金和不锈钢的扣头含有链元素 会导致有些人皮肤过敏 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干换铜制扣头 扣头类型与材质 一般产品相情页都会明确著名 大家购买时可以留意一下 建议高价位首选不锈钢的板扣或针扣 低价位可考虑自动扣 拿上不锈钢的最好 复古皮带首选黄铜或紫铜的针扣 直接看袋身 其实就是一条皮 甚至连皮都不是 一说到皮 似乎又到了博大精深引力物理的话题中 我们主要说一下皮带中用的最多的牛皮 可能大部分朋友在网上买的时候 首先都会关注是头肠皮还是二肠皮 请注意用头肠皮的不一定就是好皮带 但好皮带一般都是头肠皮 请注意这两点的区别 当然也有例外 例如LV的PVC也是非常好的 还有头肠皮不一定比二肠皮质量好 这不是一个结对的概念 只能说在同一块皮里面 头肠皮比二肠皮好 那不同皮种 不同档次的头肠与二肠比较 没啥可比性 鉴别头肠还是二肠 还是看切面 有明显的分层效果就是二肠 关于皮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我3月31号的视频 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 柔软的皮带才是好皮带 我认为这也是不正确的 不能以皮带的远硬来判断皮带的优劣 更不能用来判断真皮与假皮 一般皮带为单层双层或三层 单层的样式 带身通常比较厚比较硬 一般都是指揉割 例如这两条 这条红棕色是在淘宝上买的 188元 买了一年半了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第一件服饰类的商品 总体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黑色的这一条是菲尔格某 买了六年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植柔格有黑色的 因为这是透染过的 里里外外都是黑色 常规颜色的植柔格非常不耐水 地水会变远和变色 可能是因为便宜吧 我一般都没什么爱护 所以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刮痕和水迹 如果大火的植柔格比较贵 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水 重要的事情要说好几遍 黑色的因为是透染 水迹和刮痕不会那么明显 像这类的植柔格价格 从二十多到两百多亿尺不等 所以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差巨大的 这两条因为已经是用了很久的产品 我们无法追溯回皮料初始阶段 植柔格的皮带大家重点看一下底和边 植柔格的底面也叫肉面 好的肉面纤维紧密 抗冻比较少 简单用蜡来封一下底 表面就很光滑了 这两条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 红棕色的右面有粗糙很多 看孔随处可见 侧边是比较能反映出植柔格 皮带优劣的位置 以手工皮带制造流传为例 整条皮切开后先斜边 让皮带边有弧度 然后用320目 800目 1500目的砂纸按顺序打磨 每种都打磨到一个特别顺滑的长度 这样才能用更细腻的砂纸 继续打磨 如果一次不行那就两次三次甚至多次 直到把边缘打磨的光滑为止 仅这个打磨过长度需要4个小时左右 好的皮料因为纤维紧密 打磨后的效果非常光滑 而且油脂感饱满 只需简单的封边 边缘就很漂亮 而擦的皮料纤维疏松 无法打磨的那么细腻以光滑 而且因为缺少油脂感 看起来特别干编 所以大家购买时可以重点摸一下侧边 如果很光滑 并且油脂感很足 那么这条皮带还不错 这里顺便说一下 手工皮带的魅力是慢工细活的过程 并且每一条都不一样 但前提是好的手工和好的皮料 如果是差的手工 皮料用金重压和重拉伸过的皮料 那所谓的手工就是效化 效果还远不由大多数机器做出来的普通皮带 所以关于手工皮带大家购买时 不可被商家的花园桥乙给欺骗了 好的手工皮带不可能便宜 手工费摆在那里 回到这两条皮带上 红棕色的这条侧边就很粗糙 炸点已经比较多了 当然和使用了这么长时间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本身打磨不够光滑是主要的原因 菲利卡某这条的侧边打磨完之后上了胶 正常来说叶是好的侧边 封边处理越简单 用封边叶或者蜡就可以了 很少用到胶来封边 这条皮带不是复古风格 它并不希望流露出年代感 所以用胶来封边我可以理解 但我想即便上胶 也得磨得光滑在上吧 但是它没有 顺便看一下面 黄棕色的这条虽然也是头层皮 但表面的皮面效果已经完全没有了 是重修过的修面皮 但油脂感还是很足 黑色的这条是全粒面完整的保存了皮面效果 但是从纹理上看属于牛腩上面的皮 皮温较多 和臀部位置的皮外观上相差甚远 总的而言 单肠的这两条植肉隔 包括面比边效果 188元的这条算是物超所值 扣头还是铜的 它的仗肠价格应该是300多 而这条维格某它是不错 但绝对算不上非常好 4000元的售价 溢价有点高了 2000元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反正它不会卖2000元 上面关于植肉隔游列判断的方法 不是绝对的 像意大利法兰斯雕刻皮和B级高光利木 它们的肉面就比较松散 而且多抗动 但是价格却昂贵 尤其是B级高光利木 140多元一尺 所以皮就是引力物力 没有绝对的说法 接着看双肠和三肠的样式 三肠分别是面底和中间的夹心 双肠没有夹心 夹心可以起到定型 增加厚度 防孔烈的作用 也有一定的硬度 讲究的夹心 用好的皮暗格 不讲究的 用皮抗纸 皮带的软硬 主要取决于皮面和夹心 不同的风格和工艺 皮面有软有硬 工厂会根据皮带风格和皮面 软硬来搭配不同硬度的夹心 所以说 皮带整体的硬度 是根据风格搭配出来的 皮革有远与否 与品质基本没关联 反而硬一点的皮带不易变形 我们看这四条 Renia和菲利卡某 面上都用了全粒面小牛皮 皮质质感一流 当Renia底用了修面的压纹皮 劣刺 菲利卡某因为面底 都是柔软的小牛皮 雇用了比较厚 也比较柔软的夹心 来增加韧性 都盘的这两条 1996年买的 25年了 它们都是双肠 没有夹心 面和底都用了头上牛皮 面上加了附膜 即便没有夹心 长条皮带仍然非常硬朗和坚韧 尽管扣头已经很有历史感了 但戴森除了穿孔处有裂痕之外 其他位置还是很完好 挺令我惊讶的 我们主要看一下这四条的主要区别 那就是边上的缝线 都盘的这两条都有 耶米尔和菲利卡某这两条都没有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 多两条缝线没啥大区别 老实告诉您 区别可大了 对于双肠或者三肠皮带 有缝线首先杠结实 不用担心会爆口 没缝线 带边都是通过油边来封口 长期使用 容易出现像 Y米尔这条这样的情况 另外缝线的增速 对于休闲皮带来说 只要和宽度协调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杖装皮带来说 液杖式要求缝线越隐秘 皮料本身的韧性又限制了帧数 缝线的帧数越密 说明皮料的韧性越好 皮的品质一般越好 而插的皮料缝的太密 很容易越烂 这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1英寸能达到10帧 这皮带肯定很不错 关于袋身皮料 除了上面说到的牛皮 还有羊皮 鸵鸟皮 鳄鱼皮 珍珠鱼皮 蛇皮 等等等皮种 手上的这一条 我撒起就是鸵鸟皮 我个人挺喜欢鸵鸟皮 皮面这种一粒粒的质感 接着我们来看皮带样式 上面有几处提到了 战装皮带 那么什么是战装皮带 皮带样式就两种 一种是战装皮带 一种是休闲皮带 战装皮带一般用来搭配 西装套装和战装鞋 它本身要内敛 一切以不触目为佳 宽度一般在3到3.5厘米之间 黑色为主 如果和鞋子同色的 其他颜色也可以 皮带面不要出现压花 印制这些醒目的图样 扣头要越简单越好 最佳就是无漏狗 无图案的针扣扣头 上下最好有封线 以上就是战装皮带的一些特点 和战装皮鞋一样 没有那么多花哨的设计 但是要品质感一流 相比较休闲皮带就随意多了 能和您的衣装相符 基本就OK了 没特别讲究 经常穿牛仔裤和工装鞋的朋友 这类的直柔隔皮带 肯定不用错过 尤其是戴头戴做就效果的 总结一下 1000元以上的战装皮带 推荐黑色双缝线 不修杠针扣的头肠牛皮样式 拿上船里面最好 1000元以上的休闲皮带 选择那些一二线的大牌 就对了 500到1000价位的皮带 买板扣和增购 后把原因看 既喜欢 300到500能上头肠 就别考虑二肠 不建议自动扣 300元以下 别纠结头肠和二肠 这个价格的头肠和二肠 都差不多 可考虑自动扣 价格越高的直柔隔皮带 好在带上的皮料和手工 但不要盲目地追求纯手工 任何皮带任度一定要足 这是皮带的基础 否则会越穿越长 我们最后看一下推荐的皮带品牌 能把皮鞋做好的品牌 皮带一定不错 这是因为皮带的技术 无非就是缝线和封边 原料无非就是皮纸跟带扣 而皮鞋厂恰好精通这些 所以对战装皮带和复古皮带 我个人更推荐购买专业的鞋子品牌 性价比更高 品质也远上那些时装奢侈品牌 早在2010年在我们老家一个四五线尝试 香港潮开始狂热起来 2010年的LV 2012年的阿玛尼 2015年的艾玛士 2018年的菲利杆某 大家对奢侈品牌越来越了解 也懂得了更多 购买力上来了 选择更好的产品无可非议 但对于一部分人 这些皮带的作用已经从原有的属性 伤起为与炫耀为目的 有朋友和我说 就算您把产品做得非常好 但也抵不过山寨AJ的那一刻 我很清楚 国产不再是资料问题 而是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问题 支持国货 我认为先从藏式国货开始 好了 关于皮带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以上评价请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买卖决定 是否对你们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